过元宵节一定要吃过QQ的汤圆才算过年 当市面上贩售的汤圆热量都很高 让一些爱美的朋友望之却步 属立台东医院特别设计的五行汤圆 主要是以高纤维高蛋白质的黄豆渣为基底 再搭配地瓜、绿茶、黑芝麻、黑糯米 做出了五彩缤纷的五行汤圆 而且热量不到50大卡 爱美减重的朋友也都能尝试看看这个美味健康的汤圆 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它用豆渣下去做的 那豆渣的好处主要是因为它的纤维够多嘛 那钙子也有 那所以呢对于就是一些慢性病的病患啊 吃这些汤圆的话就不会比较不容易让他们会有高血糖 高血还高血脂味 那对于一般的老人小孩啊钙子需要补充的人也很有帮助 那热量会很高吗 热量不会热量只有我们一般的一般就是市售汤圆的一半的热量而已 OK啊 对 好不好吃 超好吃 香香的 QQ的 很好吃耶 很好吃啊 嗯 那这市售汤圆没有吃完的感觉是怎么样 哦感觉很好啊 不会 口感率还好 很好啦 不会像那一般的黏黏的 感觉跟川普的作品不一样 对 很好吃 对对对 很好吃啊 很好吃也有香味 主力台东医院院长也呼吁 元宵节大家一定都会吃汤圆 但千万不要过量 降低热量的摄取 身体没有负担 健健康康的庆元宵 东南新闻陈静雄台东市报导 好吃好吃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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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